連接六腳破竹 重要的橋 蒜頭大橋 正在進行透過改建的工廳 管長翁張梁 已經在操縱四十四港的進度和品質 希望能夠提供民眾一條舒適回家的路 看我們蒜頭大橋的進度 非常高興 我們蒜頭大橋的進度超前 超過六趴以上 這也感謝我們毅力營造 所有的青春 大家能力 非常感謝我們的王縣長 專烈來支持 我們的蒜頭大橋到現在 也應該還有一年多 可以來萬港 給我們破竹六腳的交通安全 讓大家帶來最大的便利 新的蒜頭大橋是該關第一座協章橋 郊民的特款十六公廁 總共改成多一公里 專民提升行車安全性 我們的副議長陳議員 曾經多次質詢 希望能夠就這個蒜頭大橋 因為最會餓 所以應該要做一些改善 那終於我們取得了經費 那把這座橋不只是在使用上 可以做通行量 包括把它作為一個景觀橋 所以我想未來這個地方 必然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標 所以今天特別來這裡看 和相關的發展橋的進度 要了解這幾個港廳 是不是順利 管理說 未來管府也會幾個 創人破竹六腳兩花生海公圈 和自營車道 先給完工之後 除了該省交通安全計畫 也會變成世界的 我們重要的新地標 台湘新聞環培怡 蔡宏報道 再次進入影片 先給大家看 先給大家看 再次進入影片